8月7号历秋日,这五大生肖要发财了,财运大红大紫,正财横财一发再发,尤其是这个属下,躲不过彩票中大奖。 常言道,人无横财不富,马无夜草不肥,尽管发横财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,但命运的轮盘转动间,谁又能否认那潜在的可能性呢? 就在即将到来的历秋,五大生肖即将迎来横财之运,特别是众大奖的机遇格外显著。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投入,或许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。 我们周围不乏这样的例子,有些人平时并不张扬,却总能在关键时刻一鸣惊人,尤其是那些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人,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 然而,这一切并非纯粹的幸运,而是他们背后默默努力,积累实力的结果。 这种惊人的准确性,令人敬畏。 如今,这五大生肖正站在了财富的门槛前,只需轻轻一跃,便可收获满满的财富果实。 历秋,他们的财运报表上将会增添一笔中头奖励,而这笔奖励极有可能是头等奖项。 快来对照一下,看看你是否位列其中。 属猴的朋友们,近期的运势可谓春风得意,诸事顺遂。 在事业上,你们如同攀登者般稳步前行,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,成果显著。 在商海中乘风破浪,投资生意也是如鱼得水,收获满满,甚至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频频降临。 对于那些热衷于购彩,摸奖的属猴朋友们,你们的运气更是难以阻挡,仿佛幸运女神就在身边。 中奖的喜讯频传,未来的生活将会充满财富与尊贵,真是让人羡慕不已。 而这一切,都是你们默默努力,细心耕耘的结果。 属猴的你们,总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慧,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 只要你们能够把握住每一个机会,必定能够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。 你们的努力和才华,早已得到了菩萨的赞赏和庇护。 因此,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,你们将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。 这一年,注定是属猴的朋友们迎接惊喜的一年。 好好规划你们的收入和未来,未来的日子将会充满希望和光明。 而在丽丘,你们将会迎来大财运的爆发,财神爷将会保佑你们,正财稳定,天财不断,前途一片光明。 最后七天,更是一笔笔意外之财频频入涨,让你们的运势达到了巅峰。 2. 生孝兔 属兔之人,品行端正,不骄不躁,秉持着一份内敛的自信与坚韧。 在即将到来的丽丘,吉星文耀将高悬于天,为属兔之人撒下福运与财富的甘铃。 届时,你们将荣光焕发,福运与横财双双降临,生活中的大病小灾也将渐行渐远。 事业上,你们将如日中天,步步高升,做生意的你们,客源将如潮水般涌来,络绎不绝。 若能接住这份好运,准备迎接那滚滚而来的财富吧。 然而,属兔的朋友们,在未来的几个月里,投资需谨慎。 建议选择稳妥的理财渠道,避免盲目跟风。 同时,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,不必过于纠结于细枝末节,一分努力一分收获,你们的付出必将得到应有的回报。 属兔的你们,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是众所周知的。 但请记得,成功需要耐心与坚持,只有按照自己的计划和节奏前行,才能逐步实现目标。 在获取外界信息时,务必保持警惕,筛选其中的商机,避免那些可能带来破财风险的陷阱。 近期,你们的财运正逐渐旺盛,只要努力不懈,必将收获满满。 不妨去购买一张彩票,若能抓住机遇,大赚一笔横财也并非不可能。 即使今年运势稍有波折,但未来必将充满光明。 属兔的你们,富有创新思维,对工作充满热情,善于发挥自身优势,同时也懂得借助朋友之力,在事业上稳步前行。 属虎之人,以其天生的勇敢、顽强和冒险精神,即将在生活的舞台上迎来财运的璀璨绽放。 他们不仅具备坚定的决断力,更拥有敏锐的直觉,能够精准捕捉每一个潜在的财富机遇。 近期,属虎的朋友们或将迎来意外的收入,如突如其来的奖金,丰厚的投资回报,甚至是命中注定的投奖。 特别是在丽丘的这个时刻,属虎人有望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。 这并非偶然,而是他们长久以来严谨,有条不紊的坐视态度的必然结果。 他们总是会在行动前深思熟虑,设想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。 这种深思熟虑和周全计划,使得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做出决策,把握住每一个财富的脉搏。 有人可能会说,属虎的人脑洞太大,但正是这份独特的思考和想象力,让他们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更加得心应手。 他们不畏困难,默默耕耘,坚守自己的本分,而这样的努力和坚持,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带给他们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四,生孝龙 属龙的人,自古以来便以其非凡的横财运势而著称。 当时间流转至丽丘,他们的意外之财将如全永般增多,好运接踵而至,财运旺盛至极。 收入有望大幅提升。 对于在职场拼搏的属龙人而言,新的工作机会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助力他们的事业攀登至新的高峰。 随着财运的飙升,薪资也将水涨船高,发展之路愈发顺遂。 展望2024年,属龙之人将迎来财运鼎盛的一年,金钱收获将异常封锁。 尽管属龙人在早年时常遭遇挫折,但正是这些波折,磨力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。 凭借这份天生的决心与勇气,属龙人能够不断从失败中汲取经验,勇往直前。 在人生的中后期,他们终将步入辉煌的成功之路,财富与名誉双丰收。 特别是丽丘,属龙人的横财运势将达到巅峰。 他们凭借天生的好运气,加上不懈的努力,逐步迈向成功。 他们如同翱翔在蓝天之上的巨龙,注定会飞黄腾达,成就非凡。 最终,他们将拥有满门富贵,既不缺金钱,也不缺好运,生活越过越美满。 在爱情方面,属龙人在这个月也将迎来桃花盛开的季节。 他们凭借自身的魅力和智慧,将吸引众多异性的目光。 他们将有机会从众多选择中,找到最合心意的伴侣,顺利步入甜蜜的恋情。 近期,属龙人的情感运势十分旺盛,有望邂逅真爱,与爱情结下不解之缘。 对于单身的属龙人而言,脱单的机会大大增加,他们将有机会找到最合心意的良人,共同开启幸福的未来。 五,生孝蛇 属蛇者,以其冷静沉稳的性格闻名于世。 在机遇面前,他们总能迅速出手,凭借出类拔萃的洞察力,精准把握每一个转折点。 今年,属蛇之人的大运才华更上一层楼,必将获得领导的青睐与认可,生活如蜜般甜美,财富易如滚雪球般增长,钱包股账,钞票堆积如山。 特别是在历秋,好运如潮水般涌来,财运随事业蒸蒸日上,正财与偏财皆旺盛,投资回报颇风。 凭借自身极佳的运势,属蛇者必将在成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,超越他人。 然而,属蛇者需切记,切勿过于贪心。 在情感方面,单身的属蛇朋友可能会陷入短暂的迷茫,而已有伴侣的朋友则需小心因生活平淡而见生疏离之感。 唯有细心呵护,才能扭转乾坤,让爱情之花重新绽放。 同时,健康运势有所下滑,频繁的应酬可能导致肠胃不适,属蛇者需注重调养身体,以保持最佳状态。 利丘属蛇人命中财气上涨,尤其是偏财气极端旺盛,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意想不到的收成,赚得盆满波盈。 上半月感情运不错,有望结实异性,完毕独身。 事业方面机会无限,资格的材调与才能也能得到发挥,生肖鼠蛇人今年运势一路采地,必为发家之年,下半年丁火助身,使自己在事业上有着难得的机遇,发展势头不断打破自己的设想,一路望运不可阻挡。 鼠蛇人利丘开始迎来财星入命,横财运会不断出现,特别是本月的中旬时分,将会有一次发横财的大好时机,如能抓住,后半生都不会缺钱,更可以成为超级富豪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,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